音乐 音乐 很多时候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说法 人还没有去做 无形的就已经在做了 今天我听到 这一位师姐在跟我讲 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的感应 平常都这样 但是她 有这样子的感应 我们就请她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 见证 是周局师姐 临时把她叫出来 麦克风给她 她听我说过 听我说过说 如果在法会前 如果有梦到什么 感觉什么 这些以前去世过的 这些灵 这些朋友 什么这些 那么就表示 他们还没有超生 需要你 能够帮助他们 那她有这样一个 见证的经验 请她说一下 上师好 各位同门 这个法师 大家好 我这个朋友 是个基督教徒 他也是我好朋友的先生 因为他曾经 他曾经几乎要上佛学院去读 神学院 去做教识 教语 牧师 牧师 对 那所以他但是很虔诚的 那他 因为前两年把癌症过世了 那我有跟我朋友一起送他上那个 淡水的那个基督教徒墓园 因为不是关系 就是好朋友的先生 所以也不是很厉切 有一天 我们在中心修那个 上师在中心修一个护博的时候 我参加 我参加的前一晚上 突然就梦见他 然后在一个阴阴暗暗的地方 突然出现 然后 我就觉得也没有讲话 那个脸色并不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说 他怎么搞的 好像境况不好 我怎么会梦见他呢 我觉得蛮奇怪的 然后我就赶快刚好再报名吧 我就给他名字加了一个上去 我想说可能他既然来在梦中显现 就是需要我去帮助他 我就在我的报名单里面加了他的名字 那 就过了一阵 我就没有 就忘记我的事 昨天晚上 我又梦见他 然后 他出现的时候呢 是个很光明的地方 然后房子也满舒适满大的 然后他就笑笑跟我说 我这个地方有70坪 我说啊 这么大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个社区哦 有很多朋友会来我这边那个什么茶会 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下 所以我就回来我醒了 你就记得这一段 我跟上司讲 上司说 他就因为这样 你因为你给他报的名 所以他提升要进一阶 是这样 所以 好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了解 他在 那是多久以前 你帮他第一次报名是多久以前 几个月吧 几个月吧 几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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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心 那么他 做梦梦到 一个不是信仰佛教的 活着生前是基督教很虔诚的信徒 那 他死了以后 懂得 在灵界里面 知道谁能够帮助他 引领他 操生他 基督教 其他的教 死了就死了 求上帝接引 念一些话 ok啦 你认为他就可以上天堂吗 即使是我们佛教徒 拿香在拜 也有羞耻 你认为他 死了可以到佛国净土吗 不见得喔 我在前两三个礼拜吧 这个 这个 我们家师兄就做了一个梦 他就跟我讲 他在梦中听到叮咚叮咚 有人在按电铃 所以他就在梦中到门口把门打开 看是谁 这么急促的一直在按电铃 当他门一打开的时候 是我去世的三哥 那么他一看到他 他还知道在梦里很清楚的跟他讲 诶 你不是死掉了吗 还知道跟他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诶 你不是死掉了吗老三 然后他就开始赶快念大悲咒 那我们家女儿就问他 妙行就说 爸 你念的大悲咒是回向给他 还是赶快保护自己做结界 我说肯定是保护自己啦 然后呢 我们家师兄就讲 他是你哥哥 为什么不找你来找我 我又没有法力 我跟他又不是很亲很熟 那我都没有讲话 他都在自言自语 对啦你光太强了 他靠不近啦 找我这个比较暗的 找我这个什么都不是的 比较容易啦 就这样子讲 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知道 你说是做梦嘛 那我说你看到的梦境的他是怎么样 好像不是很好 穿了一个球鞋 脸色很落寞 一个人好不好 你可以直接的从他的气色 他的外表可以感觉的出来 那我说 那么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说他看了我一眼 他就回头就走了 我说因为你的心态不一样啊 你的念大悲咒是马上就赶快保护啊 观音菩萨赶快啊 前面有个死人啊 对不对 不要找我麻烦啊 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曾经有一年 那很早以前1992年 我们只连堂要办一场这个下令营 不动营王不共法的这个下令营 那我们就开始再找这个营区 我们就去试住营区 我们到了一个营区去住 那三个小孩把他们弄税了 然后呢我就去冲个凉 那因为营区没有锁门 怕会有熊啦 有什么样怪的野兽啦过来 所以他就把自己睡的一张铁床 移到门口去当做一个挡住的保护的 所以他就睡在挡住那个门那里当做锁 等我冲凉出来以后 我去的时候看着他已经在躺下来睡了 等我出来我看到他在那边打坐 我想哇这个人怎么图难 哪一根筋不一样 哦还会懂得打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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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职在床上 所以我也没有吵他 所以呢我自己本身 我也一向睡觉以前都有打个坐 我就自己也打个坐 然后打个坐就出定了 就看到他就跟我讲 他说哇好凶啊 我说什么好凶 你刚刚去冲凉的时候 我躺下来要睡觉 突然有个女鬼马上扑上来 好凶啊好利啊马上扑过来 我一急之下就开始念真佛经 我说蛤真佛经很长欸 他永远都是背藏的 这个这个什么结界什么短奏 什么清通通都忘记了 他就开始念真佛经 我说那那个女鬼继续压在你那里听你念啊 他说我念到一半他就不见了 表示这真佛经也可以出轨喔 那所以呢他的这个大悲咒一定也是这样 他一看到就赶快念大悲咒 哇很累欸很长欸 不像我们家那个小儿子那个妙政 他也是最近常常做梦 梦到有这个禅森林 然后呢那个禅森林啊 哇不断的一直要攻击他 他知道是禅森林 还进到他身体把他扭转在天空飞 然后反正就让他很害怕 那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除这一个干扰 什么咒在梦里通通都空的 记不起来什么手印也都没有 他只记得一个很单纯的咒 所以他就在梦里一直念大声念 我说念什么咒 咒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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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哇那个很短很快速 很简短又有力 所以他一直念咒啊哄 咒啊哄 咒啊哄 终于把这些干扰的禅森林全部都逼走 然后他自己醒过来以后 他本来是这样睡觉的 很自然手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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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头继续做洁 Fioco因为睡觉他都没有做洁 Fioco 我跟他讲你睡觉前一定要做洁 Fioco 小孩子真的有時候講了都沒聽 多給他做幾次這樣子的夢境 干擾他就會做了 人就是這樣 所以像這種靈界的 你沒有感應,你沒有看到,你沒有聽到 你以為他們就不在,他們還繼續在 像我的三哥生前都沒有修,沒有信 也不做任何的善心功德 你說死了就跟他這樣超度一下報名就好了嗎 每做一次就增進一次,改變一次 就只能這樣子了,不可能什麼都沒有一下子就上天 我們說話當然就講說死了往生,那麼容易嘛 就像我說我要回來以前 我坐在子聯堂做了一潭附謀 在錄定的時候出來一位台灣的去世的一位上司 你一直跟我說請 看在我們這麼長的時間的交往,請我幫助他 沒有建起來的道場,雷藏室 幫他做起來好不好 我一直跟他講你放下吧 你的因緣就是這樣了,不要再去想了 他說如果是你,你也放不下 當你生前計劃做這樣的菩提事業 得到這麼多人的富池 結果你沒有完成去世了 你怎麼交代 你怎麼交代 他不是不願意回家,回老家 上天堂 而是怎麼做一個交代 所以他來,一直跟我拜託 跑到美國子聯堂,免費機票 就跑去一直跟我講 我說,哎呀,我活著的事情都做不完了 拜託你放下吧,你放下吧 好,我一直跟他說 所以你說呢,你說呢 所以你看,一個基督徒 他離開了 他根本沒有辦法真的達到一個清淨的地方 解脫自在的地方 煩惱掛礙重重 就只有來找生前太太 好好的朋友 有信佛教的 有聽聞些許的 你知道嗎 在這樣子的靈界當中 你一講到佛 一聽到佛就會有光了 有師姐的朋友 先生主動來找他 並沒有分別你的佛教我的基督教 主動希望他能夠知道他的所求 幫助他改善他 那他只是在報名表那麼多下面 隨性寫上他的名字 隨言寫上他的名字 你看一次而已 馬上昨天又來 已經搬家了 不同的地方了 搬到更好的地區了 還要召請這些朋友來 你可以跟他講 你召請這些朋友來做茶會 要叫他們也要信佛 觀想師尊佛菩薩放光照他們 念個世歸咒 如果你今天在幫他特別報名 而不是只有在報名表隨言加上去 下一次他一定會告訴我 我現在有三千坪的房子 不是只有七十坪 會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好 這是真實的 所以超度 你由這樣就可以知道 隨言寫上就有改善 寫有寫就有差別 要直到到佛國的淨土 你說要做多少 除非他從內心裡自願要得 自願要消 自願要做